李鎮宇議員 主席 即僱主只有當存在於僱員能力 或者行為相關的理由 或者由於經營上的需要 方可解除勞動合同 否則 構成不動解僱 澳門勞動法例中 沒有禁止僱主的不動解僱 相反 卻規定在任何時候 僱主得不已合理理由解除合同 只需作出相應的賠償就可以了 沒有被解僱的保障 勞動關係將處於一種不穩定的非預期的狀態 不離於培養僱主、僱員的責任意識 不離於企業員工的和諧相處 不離於僱員形成獲得穩定工資收入的預期 也不離於維護僱員的就業權利 本人認為 第一 過去曾經發生 博企無理解僱個案造成員工的恐慌 政府沒有對此作出有效的應對和檢討 可見 當國肯處理無理解僱的事件當中 往往處於被動的角色 未能及時真正地爭取和維護打工仔的震動 和合法的權益 希望當國能檢討處理無理解僱 這類勞動案件事的方式和侯率 為損失就業權利的工友討回公道 第二 勞動是人類生活的基礎 考慮到僱員在僱傭關係中處於肉勢 對於被解僱的員工 他們不一定能夠即時找到 新的合適的工作 就業等相關的權利 受到嚴重的損害 試想一下 尤其那些為僱主工作多年 而且年紀又較大的員工 在就業道路上更顯困難 然而 在東金社會 賠償依然是無理解僱 最主要的救責的方式 適防本澳勞動法修法 希望當國全面檢討 不以合理理由解僱僱員所存在的影響 並且慎重考慮其存費的問題 第三 2015年4月 僱主不以合理理由解除合同的時候 容許計算賠償的 月基本報酬的最高金額 由原來的一萬四千元 調升到二萬元 並規定 居金額須每兩年檢討一次 而且可按經濟發展的狀況 作出調整 如今 條例已經過了兩年 希望當國 能夠盡快這樣 進行相關檢討 並因應情況 作相應的調整 多謝 作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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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詞